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一晚的拍摄实战区 我是Tiger 短片教室的Tiger 我身边有KK Hello 如果刚入队的朋友 声音画面没问题都可以给一个1 或者和大家认识Hello 喜欢这部影片也可以赞订和分享 因为逢星期一晚我们都会分享一些 很落地的实战技巧 是的 很快我们已经去到第四集了 是的 今天第四集 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说过的技巧 有 第一集我们讲一些 灯光拍摄的手机 第二集就讲我们产品摄影的 灯箱的效果 是的 上一集就讲我们手机拍摄的方法 视频的东西 这集说什么 我们都有手机 亦都有大机 亦都有拍摄亦有拍片 所以如果 其实Facebook很有趣 我们有时 错过了直播 不重要的 你可以看之前的资料 对 看之前的资料 但是Facebook也很难 可以搏来搏去 尤其是我们一个星期有5集 现在累积就有很多片 但是也可以上我们YouTube的频道 因为YouTube我们都会分类 你可以看相关的资讯 容易选择 没错 所以没所谓的 YouTube Facebook 你们都可以赞和订阅 说回上次的商品 客产品真的很方便 很漂亮 简单容易 当然我们也说我们有个班 如果你们留意我们Facebook专业 都出了一个post 就是未来的5月9日 今个星期六 没错 下午2点至5点 在柴湾影楼 有我们的手机产品拍摄实践班 没错 简易教你如何 自己用手机拍摄产品 没错 也会配合箱 如果你需要箱 也可以在连结中说 我们帮你订 那天学完之后 立刻拿到 就回去拍照 开网店 做生意 赚大钱 最重要是可以自己 带你的产品过来 我们可以随时 用方法教你如何 可以自己拍摄 没错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尤其是有些手饰 大件小件 当然不要用电视机过来 有时做直播比短片好 因为有互动 你们可以在下留言 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尽量解答 更加好是因为实体班里面 你可以直接问我们 还有你可以落手落脚 试一下效果行不行 因为有时 可能有人以为 我们试试我们的产品 就会觉得一定行 但当到你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同的方法 转换一下 其实一样可以拍摄 没错 当然我们说了之后 也有不同的人说报名 解决到热烈的 但去到问题 就是今天 我想都要KK来解决 就是如果我的产品 放不进你上次说的箱 很好 怎样办呢 是的 因为始终那个产品 有限制十多寸 以及高度都有限制 所以今天我们会介绍 另一个进阶的方法 是可以放一些比较大型的产品 另外在影留一个设定 来容易做你们的产品 嗯 我也知道KK刚刚也有个客人 是一个花篮的产品 这个花篮也挺大 又放不到 甚至这个SWAM 放不到 就算放到也很大 而且灯光的距离太近 做不到我们想要的立体感 所以我们这次为了花篮 而开一个进阶的白纸背景 其实不是很难的 大家看完就会明白 这个也是免费的 还有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去做一个参考 即是可能是你看完之后 都学会了 你拍到花篮 也不代表会拍镬铲铲 是的 因为始终都有不同的产品 但我们最重要是学个概念 我们事不宜次了 如果你觉得未来的影片 你喜欢或朋友有兴趣的 记得赞和分享 KK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可以去片 去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KK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用灯箱来拍摄产品 其实有些东西是未必可以放到灯箱 好像今天有个朋友 预备了两蓝的花 就想找我来帮他拍摄 我今天会介绍一下 我们怎样用一个比较大型的设定 龙卷白色的背景 用来拍摄花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片段 我们要预备一对三脚架 将背景纸升高 升高到特定高度之后 我们便会拉卷背景纸下来 我们要预备两个夹子 我们就夹了背景纸 让它稳定一点 就可以预备我们的灯光效果 记得这一弯位一定要有一个很轻轻的曲组 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才是美麗的 首先把花放在這裡 稍後再放一個構圖 我們設定腳架 這次我們會用閃光燈拍攝 接下來我們會用閃光燈拍攝 唇雞 timeline 快快快快 met 好了 我們預備了兩支燈後 通常我會預備第三支燈 第三支燈是做甚麼呢 我們通常放在頂上做頂光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三支燈就可以做出很好的立體感 一邊做個主燈 然後調較滋好 整個隔 它一起使用 調整 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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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預備第三支燈 我們要先把手放進去 把手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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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最重要是調整它的水瓶 接著要設定最理想的高度 升到高一點 可以完全控制它的光暗比例 先拿相機 先找人先收拾一盆花 先準備好相機 待會就準備好 準備好相機 準備好相機 就是這個 接著設定好角度 會習慣試一張光暗來看看效果 最終會移動角度 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支力效果可以拿出來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那便沒有了一個洞 沒有了一個洞 那便可以 沒有了一個洞 那便可以 那便可以 其實不要 這個膠袋不可以嗎 不用膠袋也可以 只需要說一個護照 對 不需要 告訴別人 我們先調整這支 我們先調整一下光暗 對 因為有時我們的角度 放在這裡 想表達出那個花 還是表達出那個玻璃瓶 雖然它是一個套裝 我們有時可以拆掉玻璃紙 因為始終有時不需要交代 當然要視乎問准的客人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試其他方法 再試試光暗 先試試看 我們經過一番討論 通常有時包裝紙 包著玻璃瓶的飲品 我們拍照之後 不知道是甚麼 客人更加看不到 所以我們通常會拆掉玻璃紙 當然出貨時未必會是這樣 會看到整個產品 就會花又清楚 玻璃瓶又清楚 讓我再試一下光暗 對 現在就不錯了 我先去看看 首先我們把構圖弄好之後 我們會再試一下大致上的光暗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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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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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調調一下光暗 再完美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拍照用三支燈 三支燈是頂端控制頂端 左控制左右控制油 有時會令它更容易調校 當然你說反光板也可以 但我們會更容易處理 我想問一下 夠不夠頂端用 血水瓶拿出來看不看 我們發現前景不夠 我們拉出前景做回立體感 其實你們如果在現場 常常會看到的 拉出一點和拉厚一點 那個感覺完全是肉眼都會看到 當然我們造型燈和曬光燈出來的效果 其實是一樣的 細一點好不好 多一點白底 多一點白底 對 不如把蝴蝶放低一點 多一點瓶頸 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或者扯細一點的蝴蝶 低一點可以 反而低一點可以 低一點可以 低一點可以 低一點會見不到 不是 這個可以見到 拿些東西攝一攝底 讓它不要刺到這麼低 對呀 我覺得它會掉下去 我們有時拍照 很有趣 我們會用盡所有的方法 令到裡面的東西升高一點 包括一些杯子 擠擠膠紙 這些物件 其實都可以用得到 嘗嘗 攝影 攝影 我將它轉一轉 對了 現在我們後面攝影膠紙 令它站起來 就看到一支飲品 嘗嘗 整支看清楚了 到時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所以有些細緻的東西 要留意大家 因為這些飲品 是有渣的 這個叫渣 它長期定在這裏 有半支不同顏色的 大家看到嗎 對呀 所以你要拿一支飲品出來 嘗嘗地放下 這些就是我們專業攝影師的小技巧 否則出了街之後 有時這些 我們稱為錯誤 我們現在叫客人 嘗嘗一嘗的東西 讓它暈眩一點 再放相同的位置 但大家要小心 如果遇到有泡的飲品 就很麻煩 因為泡要靜止在這裏 有時要幾個小時才會減 所以有時我們嘗嘗時要小心一點 我們現在嘗嘗到醬油 醬油有泡 放在這裏半天 才可以把泡脫掉 基本上這裏都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仔細地看一看 有沒有塵和骯髒的東西在桌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拍攝最後兩張 我們可以拍攝最後一張 通常我會拍攝更暗 出來後再選擇 最後再看 有時我會拍攝更暗 通常我會被星標示 基本上就完成這裏 但有時我會喜歡 將零一零的不同角度 再拍攝少少 有時可能正面拍一張 因為反正那個設定 一跌了一點 有時設定都設定了 所以不妨可以拍多兩張 有時可能客人會喜歡某些角度 對 沒錯 好 大家可以拍攝更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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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個花是主角 但我們都可以另側一點 再拍多一支玻璃瓶的產品 看看有什麼壞 大家如果另側了之後 玻璃瓶的飲品 盡量令低一點 而且要按幾張 通常我習慣都是這樣 好 這個產品就完成了 如果還有其他產品 就可以再拍其他 其實跟我們之前的燈箱 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燈箱限制了 因為這個已經有13、14吋 13、14吋應該大 那個燈箱 就算剛剛好 拍出來的燈光不夠距離感 所以有時我們在某些情況下 其實我們需要去到大型的設定 來拍攝 所以我們現在轉另一盤花試試 來拍攝 這一盤花比之前那盤大盤 我們通常都很輕 我們先研究一下 這是什麼來的呢 抗香機 因為是一個抗香機 加花束 我們通常要研究一下 如何突出 其實有時可以多拍幾張膠袋 例如說 一個箱子 接著就會拿出一個機器 這個不可能 我試試試看 不過我們都要拍一個 Final 的效果 先 看來看 有些部份太黏在那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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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插進去 是的 放這些很難 所以我看來看 不夠力 不用 不用 這樣放在那邊 就是 現在這些花在那邊 到時都是這些放燈花嗎? 是的 嗯 這樣吧,不錯 那這枝呢? 這枝也是 哦,放在上面 嗯 這枝? 哇,這枝真是誤會 這個感覺 嘗嘗 這個位置差 不夠力氣 這個呢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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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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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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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再試一張光暗 因為跟剛才的光暗設計 其實差不多 我們可以 再試一下 我把光暗設計 再製作 其實三枝燈有一個最好處 就是光暗調校非常之快 即是 多支燈 其實都是買時間 看看 左邊太光了 因為左邊淺色 我們再調整一下 不錯 不錯不錯 又可以看到產品 又可以看到花 又可以看到 又可以看到 所以 我們最後 再檢視一下角度 角度 可以側一點 見一點 射在景觀 嘗嘗嘗嘗嘗嘗 腩膀有些脆色 我們知道可以撿上去撿掉 有些撞掉了 變成白色 這個像船一樣 挺漂亮 先調整精油 因為剛才的角度轉側 所以現在要調整精油 我們嘗嘗 轉了之後的紫盒反光 怎麼辦呢 一旦是靈燈一旦是靈產品 通常我們都會靈產品 靈它靜一點 讓它避開反光位 放大看看 拍一張照片 在這裏 拍我背部 拍一張照片 開相機 差點 反光一邊 大家要記住 加減力後 一定要閃閃一下 將電式放出 再重新触及加減能力才能够准 再试一试 这个我觉得还好不错 接着我也是一样 先拍了几张 接着我会习惯地拍一张暗一点 拍一张光一点 其实可以在后期制作都做到 但我喜欢一次过拍完 拍完之后再重复查一次 基本上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能再调调它的角度 刚才我们试过拍摄几张 我们可以试试拍摄正面 全正面 又建设了产品 又看到那个纸盒 在白色的纸盒上有很高的油 我们一样要再做之前的光暗 因为它基本上 令一令不会影响光太大 除非它反光 所以我们要重复查它反光的位置 OK 我们再拍两张 基本上 它的位置差不多了 接着我再拍一张 我自己是喜欢这样拍摄的 但大家记住 其实不是任何产品都这样拍摄 你想想 如果你拍摄的产品是反光的 如果反光产品 你设定了灯光 你一令整个灯光要重新设定了 所以我们预设一些不反光的产品 我们就会再拍摄多几张给客人 因为如果你一反光产品再转 设定全部转 就要花一段时间 重新设计 先重新设计 再按两张 好了 因为我发觉另外那边不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们就不拍摄那边了 通常我们现在要拿个 公仔的香薰机出来 我没有香薰机在这里 一个盒子 没有啊 有一个旧的 你拿一个出来 所以大家要注意 其实产品摄影不是放进去按键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要配合灯光 背景 就会方便一些设计师或客人去做事 我现在就等着 产品的机 一会再试试给大家看 OK 好 由于时间关系 就拿另一个出来 就不用拆箱了 基本上客人都会表达到明白 我们的机的 那个是怎样的款 基本上我们可以放这个出来 不如这次我们就放脂油在桌面 放脂油在桌面 我们就 看看机器在入面还是外面 好像 外面还是入面 好像这样放在下面 好像贴提一点 记住 这花绳脱干花草出来 我们要扫一扫 然后我们就放这支蒸油在这里 可以表现到 猫头鹰 转側一点 它感觉上会更漂亮 对 这样 好 接着我们会再扣图 再做一下效果 看看 因为猫头已经比较白 现在这边就光亮了 那我们 怎样做呢 我们再将光亮的灯 再 转側一点 令到前面受光 少一点 不要看少一点 差很厉害的 都是差一点 再调整理 再调整 刚好 眼睛反了光 我们再调整 令它正面一點 只要不要太側面 挖同樣的眼睛 柔油不夠正面 光暗都差不多 頂光差一點 我們試一下頂光 為何有時要扭直油光箱 就是想前面再光一點 左右就有這兩支燈組 就會方便一點 前面只差一點 拉出一點 就差不多了 可能每張都以為差不多 但變化後就差很遠 再調整一點 好 這個箱子 對了 應該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再重量測一次 現在再拍幾張便完成 我們再研究一下有沒有需要 另一另一個 那個箱子 那個燈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擺放這邊是不漂亮的 所以通常我們決定了 拍產品一個之後 一個就完成了 好 當然我們重量測試 如果其他沒有問題 就完成了今次的拍攝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其實這樣拍法 跟燈箱是有不同的 因為始終 同系列的產品 就可以用差不多的燈光 大家首先的步驟就是 做了一張背景 接著放產品上去 通常我們就 大圍先放燈的位置 接著再設置相機 設置完相機 構圖正確 產品位置正確 再調整它的光暗 才完成一張相片 有時微調一點點 盡量都可以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產品 有不同的經驗試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 試一下用燈箱影 以及用這個 白紙的方法 開一個大的設定影 我今天介紹的是這麽多 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說這麽快就拍完 這個花腩的產品攝影 KK我們其實都是 有些快鏡 實際上拍攝了多久 實際上 由我開始設置 一個小時左右 由我開卷白紙 到放產品 到打燈 期間其實 又跟客人談談 那個產品 剛才也見過 有些小問題是怎樣解決 溝通完一陣 其實拍的方法很簡單 是的 也是 回到前幾集所說 專業攝影師 並非能夠取代 如果你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心力 都可以找回KK拍攝 但是如果 我們之前幾集所說 你有興趣 或者你有很多產品 想慢慢自己去試拍攝 都可以報讀我們這個 手機產品的攝影班 是的 今週六 今週六 五月九日下午兩點 也很簡單 只要你的手機 你買產品 就可以去學 學那個概念 概念 簡單的概念 始終 因為我們 訂了一個箱 如果訂了一個箱 我們會即時 會教你怎樣使用 我們會因應你的產品 可能會簡單 教一個簡單的設定 告訴你 注意些什麼 或者你可以 你自己平時會拍攝的東西 我們都會試給你看 即場問 即場問 即場試 有時候 我們去到電器店 即是你做到 回去做不到 是的 所以這個課程更加配合到 就是你用這個工具 回到去 都可以確認你的產品 去做到 沒錯 我們最主要就是想令你回到去 你都簡易輕易做到 沒錯 需要你的桌子 裡面已經裝了光管 是 所以就非常簡單 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 有用 喜歡的 可以按讚和分享 如果你剛剛進來 也不要緊 我們再看Payback重播 如果你很怕很亂 想找回之前的三集 都會上我們的YouTube頻道 看回我們這個拍攝實戰區 就可以學回之前相關的技能 是的 看回之前那幾集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沒錯 譬如你還在猶豫 報不報這個班 應該看回第二集 第二集 就是說怎樣用箱子 去拍攝手機產品 沒錯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記住 有興趣的請去看我們的帖子 報名 或者有問題 可以留下 留下口信 你接下來想學什麼 或者你拍攝遇到什麼問題 我和KK都會盡量回答大家 是的 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